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持续多日 正当香港全程抗疫之时 有医护工会却发起罢工行动 并逼迫特区政府全面封关 对此香港眼科医学院前院长 知名眼科医生周博展表示失望心痛 很失望 很心痛 我们医护人员的天字是救伤 腐病 你既然进了我们这个专业 你就没有这个权利去罢工 罢工不是我们这个专业里面的一个选项 不管你是什么原因 你不可以放弃你的病人 我们专业的精神就是把病人放在第一位 作为资深全科医生 周博展呼吁罢工医护人员 不要忘记自己的初心 并对发起罢工行动的组织 医管局员工阵线的成员构成和权威性表示质疑 这一个叫做医管局员工阵线的组织 据了解呢 才成立了两个多月 是一个比较新的组织 我们对它的了解不多 听说它有一万两千个会员 但是这些会员是什么人呢 他们都是医管局的员工吗 看它记者招待会那些人都是一些搞学运 工运这些的人物 所以他们的代表性是怎么样 我们真的有很大的疑问 对于罢工医护提出全面封关的诉求 周博展认为存在诸多逻辑矛盾之处 并由此推断这并不是一场以科学角度发起的行动 周博展遗憾地表示 此次罢工行为已经为香港医疗服务工作 带来巨大影响 导致许多已经做好手术安排的病人及家属被打乱计划 他透露 为应对医护人员短缺 包括他个人在内的一些私家医护及退休医务人员 正在发起支援 所以我们私家医生跟一些退休了的医生 还有护士 退休的护士 就发起了我们去帮医管局 看病人 现在报名的已经超过八十个医生 一百个护士 现在医管局是跟我们密切的联系 怎么样安排我们的工作 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一个疫情 谨记的情况之下 大家要重置层层 团结一致 我们是统在一条船上 我们的敌人是病毒 不是其他的人 或者其他的东西 我呼吁大家 回来 一起去对抗这个病毒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